集结50幅水墨画、水彩画以及书画的花莲资深书画家林贤 第二次获得花莲县文化局111年艺术类出版品的征选 并以个人的专辑集结成册发表新书 《山海有情因纵谷漫舞飘香》林贤画集 22号在松原别馆举行新书发表 分享他常年透过艺术创作深耕采集花莲意象 行销观光特色的故事 继2007年首次获得花莲县文化局补助出版的《回南风情》 《花莲最美的人间梦土》林秀吉专辑后 台东池上出身定居花莲超过30年的林贤老师 去年再度获花莲县文化局111年唯一的艺术类出版品征选 并以个人画册专辑集结成册 《山海有青因纵谷漫舞飘香》林贤画集 22日于松原别馆举行新书发表 吸引不少爱好者前来支持 这次昨末在东海岸的东西是我比较新的创作 所以我会到东海岸的很多部落去走访部落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这样子 所以像海边的一些渔民啊 他们的收货 他们渔船的进出啊 或者是我们新社社区的那个牛的啦 部落的有很多的牛 我都会去找 然后我在每一个点我都亲自会跑好几趟 然后就是在山里面绕 在海边绕 然后去找很多 我很多水墨画要创作的题材这样子 然后泰鲁阁方面的很多的景点啦 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步道我都会去爬 从以前到现在 都会去捕捉很多水墨画的那个 的那个题材 然后我们亲自有去走一趟 然后我们跟人文有接触 那么我们画出来的东西 希望说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林贤老师表示 这次集结的风景涵盖全花莲 包含泰鲁阁峡 东海岸和花东重谷 透过双角双眼巡访部落 和地方产业人文风景 下一本新书是以它近年独创的 林贤太极书画美学为主题 探讨水墨书法结合太极权在疗域方面的应用 今年5月 上海有青鹰众谷漫舞飘香水墨画 将有部分作品在桃园机场展出 希望透过出书与民众分享 为行像花莲观光尽奋心理 记者讲方言 华林时报导